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她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二月五日 圣雅加大 真女 殉道 Sin Agatha 圣女原籍西西里 出身名门 自幼立志守真 地方长官垂涎她的姿色 竭力追求 却遭圣女言辞拒绝 地方长官老修成怒 将圣女逮捕下狱 威下利诱 并唆使妓院的老保母诱骗 然而 上主赐给她充分的勇敢和圣宠 她心尖如铁 不为所动 恶官威逼圣女 被主不遂 下令独鞭拷打 烈火焚烧 用铁钩勾伤胸部 当夜 圣伯多禄亲临玉士安慰 神光照耀全世 她的伤口立即痊愈 四天后 恶官赋用烧红的碳块 与碎瓦片穿货 洒在她身上 圣女备受猪般的酷刑 251年2月5日的晚上 她喘息着说 主 我的造物主 从我在摇篮起 你一直保护我 你救我 摆脱了世俗的诱惑 你给我力量 忍受嗜苦 现在 请收我的灵魂吧 说完 一缕方魂飞入天国 荣获殉道和贞洁的双宠花冠 圣女在西西里殉道 她的禁礼于16世纪 就列入罗马里中 是圣教初期四大殉道 童真女之一 与泽济丽雅 也就是圣采琪 路济雅和伊诺斯齐明 同为后世所称道 谢谢您的聆听 愿上主祝福您 平安喜乐